大家好 今天周六 有两个伙计 把脚弄伤了 昨天抬那烤箱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可能不怎么用 在美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烤箱 双层烤箱非常非常重 两个人抬烤箱 结果扶在把手上 把手其实是不能够 把手只是拿来开关东西的 它靠螺丝固定 它本身不能够承受整个烤箱的重量 所以在这里顺便提醒一下 每一个搞装修的朋友们 你在搬东西的时候 不要去搬扶手 扶手不能拿来承受 这整个物品的重量 这个存在很大的危险 两个人搬烤箱 结果搬着扶手 扶手断了 那个烤箱相当重 就砸在了两个人的脚上 两个人脚全都受伤 所以今天都休息 另外一个是今天有事情 所以休息 所以今天周六 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把这些 好几个工地的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一些活 我把它做了 然后才确保周一的工作 能够顺利开展 今天我想聊一件事情 就是我还有一个群 世界反制行动联盟 这个群的口号 特么的真大 其实根本也完全违背了我最开始建群的那种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的初衷 阿民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阿民曾经无数次的反省自己 是要继续保持我的理想主义 还是回归现实 但是阿民不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 想依旧保持我的浪漫主义情怀 就在理想主义的情况下 尽量现实一点 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人 我依然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只是被现实拉一拉而已 我曾经真的是认真反省过自己 要变成现实主义的人 还是理想主义的人 但是我依然想让自己保持理想主义的情怀 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人生中很多这种让lowbeat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都是理想主义的人能干出来的 现实主义的人干不出那种exciting 非常精彩amazing的事情 所以我想让自己保持理想主义 那个群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现实主义者 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人 并不真真正正正的知道什么是美国精神 并不真真正正正的了解美国 所以大部分人到美国来 只是出于某种生存需要 或者是诸如此类 或者是被压迫了 或者怎么的 他们并不真正知道美国精神是什么 以及美国精神和他自己的精神是否高度契合 所以大部分人来美国 其实是带着一种背井离乡的 这种情感在里面 他们感觉到被迫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所有带着背井离乡的情怀的人 他终究其实内心深处的潜台词 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依井还乡 这观点我在我群里面已经说过了 所有觉得自己是背井离乡才到西方世界的人 他终究内心深处是想有朝一日依井还乡的 这是支那人的固有的一种土地情结 乡土情结 这根源于农民时代的那种对土地的高度依赖 因为中国的文明 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 直根于农耕文明 它和西方文明不一样 西方文明是航海文明 狩猎文明 所以西方人为什么彪悍 独立性强 感冒风 你看西方的体育运动 以及西方各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 以及挑战极限的运动 都露出骨子里面 西方人是那种冒险和探索 以及独立精神 很强的精神 而中国人是那种土地情结 这根源于中国的文化 这个共产党没有关系 这是直根于文化里面的东西 所以很多中国人表面谈什么自由民主法治 好像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词 拿出来说 立刻可以显示自己突然之间摇身一变 高大上了 其实骨子里依然是low逼的农民思想 对故土 对土地 偏执的 近乎于变态的 病态的一种 衣服 情感 就像没断奶的妈妈 没断奶的婴儿 对母乳的一种 近乎于执念的 病态的一种 依赖 因为脱离母乳 他就要饿死了 是吧 这也是 其实这不仅仅是 中国独有的东西 这基本上 东亚文化圈里的人 都有非常浓烈的故土情结 所以阿民把这种情结 其实称之为 禽兽不如的情结 因为这个地球上 只有植物是有 对生它 养它 它种子开始发芽的土壤 是有很重的情结 因为植物不喜欢迁徙 植物是因地 制宜生长的 适合在这个地方 长的植物 你把它拔到 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它是不适合生长的 植物只依赖于 受制于 它所成长的 那个土地 那个环境 而禽兽是会迁徙的 鸟儿会迁徙 牛羊会迁徙 动物会迁徙 所以人类作为比动物 更高端的一个物种 它应该是精神上的 有神性的 而不是植物性的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 阿民和大部分的中国人 是不同的 阿民看待美国 美国是阿民心之所属之地 那就是阿民 本来就应该成长 生长和老死 死去的地方 那才是一个自由的土地 当然 这并不代表 我对美国这片土地 又重新产生了植物情节 如果美国这片土地 不再属于自由 那我就不热爱美国这片土地 就像马斯克一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火星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任何 属于我心之所属的那块地方 那块地方不是某一块具体的地方 而是一个抽象的 你精神上的一片净土 low逼的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